我在二十多年前 应该二十五六年 好像是八年代 我在美国住在洛杉矶 遇到从国内到美国去的退役功能 他们是好像一个小组 是个人 年岁都很轻 都二十几岁 所以有X光眼 就是能看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 确实 这个佛法叫天眼 我们学佛的同学 有一位赵太太 让她看 她看出 她年轻时候得过肺病 但是已经盖化了 结疤了 直出的那个疤在那里 她吓了一条 她自己知道 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结婚生小孩 都没有告诉她丈夫 被这个退役功能人踮破了 确确实实有 她这么看见的 所以我就问他们 你这个能力从哪来的 她生下来就有 我说会不会失掉 她说会 你知道的事情越多 烦恼吸气先前 这个能力就没有了 换句话是 她越亲近 能力越强 越繁杂的时候 能力就越弱 到最后大概三四十岁之后 就没有了 如果要保持 一定要修定工 要修清净性 换句话说 对这个世界 不能有贪嗔之蛮 不能有自私自利 不能有占有 不能有控制 有这些念头 你的能力就舍掉了 清净心 天也 天耳 踏心 虚命 很容易 先前 比较难的 是神祖童 跟路径童 所以能看到人的过去 能看到人的未来 这个都不是 不是难死去 知道这是本能 我们随着年龄 成长 随着这个复杂的环境 所以现在比较困难 因为社会也太繁杂了 小朋友 从小就看电视 电视 就把他的功能 丧失掉了 看电视 电视里面 五花八门 把他的清净心 染污了 所以能力就没有了 这些特异功能人 多半是身大正农村 贫穷落后的地方 他没有受到污染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